其實你如果看技術分析來講 國家通告收窄 甚至乎你用移動平均線看 其實那麼多條移動平均線長短 都大概開始是重疊交叉 其實都是一個代變格局來的 就是隨時會有一個突破 但是向上還是向下 就是永遠的分析是未必說得很準確給你聽的 但是如果你說再配合其他一些基本因素分析 現在市況或者現在經濟的走勢 其實你說要一個急速的突然間下跌 就是塌市的機會 我想相信機會不太大 其實我一直想說整個市場最基本的推動力 就是究竟貨幣政策 全球貨幣政策究竟有什麼突發性的轉變 如果是突然間收窄 那可能就有個誘因給市場 是一個比較大幅的下調 說得我維持現在現況 其實市場資金仍然相當充裕 所以你看到比特幣都不斷炒賣 狂升狂跌 所以其實反映資金充裕之下 其實市場暫時缺乏一些 所謂缺乏一些什麼呢 缺乏一些急跌的一些基礎因素 當然我們是能知道很多人都說 現在很多人說 說法代美股泡沫 歷史高位 但是經常說 說法就是 其實泡沫這件事 就是你爆了才知道它是泡沫 你未爆之前 它仍然是一個高位 所以是挺困難的 但是當然我也同意 現在是一個代變格局 但是應該向上機會 是會大一點的 不是 老公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